上次說到 大金牙把小花手機拿給我看 我看完短訊後 手機 心想我頂 比起老樣的推薦 小花的推薦 更加令人沒辦法拒絕 不可以不給小花面 我心裡想應該怎麼辦 看樣子還要聽一聽 這個大金牙聰明 早就有準備 但看他的臉 我真的忍不住想兜巴掩蓋他的牙 想好之後 我叫大金牙坐下 自己回到屋 喝幾碗水冷靜一下 入到屋裡 可能在屋裡涼一點的原因 我心裡的火氣 和各種的鬱悶 燒除了一大半 心想畢竟很多東西都是我自己選擇 怪罪他都不是什麼辦法 其實他都是受害者之一 自己騙了自己之後 覺得平靜了一點 我立即回到屋外 看十大金牙就問 老爺 你有線索快點說 你都是見過財大氣粗的花爺 我這裡不用搞那麼多花生 大金牙說 那個兒子 你說這種話 我現在心裡內疚 想來彌補一下 你不是登播給我們看到那隻蠍子嗎 這件事 真是勾起我一段特別難忘的回憶 我看著大金牙的嘴面 自己在身邊想 你快點說 說完之後我可以丟你 大金牙說 這個蠍子的來歷 特別特別古怪 我想你要踩這蠍子的來歷 一定 和一個姓張的小孩有關 是不是 我心裡沒有表態 怕被他哄入靚 心想 姓張的事我都有興趣 是不是小孩我不知道 金曼堂停一停繼續說 我來跟你說件事 我不知道跟你說過沒有 以前我在那個流離廠幫人鑑定一下古本 翻譯一下古籍 賺了不少錢 有一次我去了一個大財主那處 這個財主據說姓馬 是一個大門旺作 生活在江蘇一帶 那個人給我看了一本他爺爺的回憶錄 想要我猜一猜值不值錢 我當時覺得他家財大氣燥 肯定是有錢的水魚 後來才知道 其實那時候 他家是乾了糖 他兩個兒子又吸不動 其中一個就快死了 他就靠一些東西 打算換些錢來救兒子的命 贏了 金曼堂深深吸了一口氣繼續玩 我後來鑑定的時候 把這個叫馬平村的人的回憶錄看完了 裡面記載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然後 大金牙就跟我說了一個故事 就是我之前 在那裡說的第一件怪事裡面的故事 我聽完之後 心裡都無喜無悲 我馬上覺得這個小孩 很可能就是小時候的門右瓶 當時是什麼年代 新中國成立之前 果然 這傢伙有了那麼多年多 不過似乎比我預計的年輕一點 張家仁的壽命都很長 體制很特別 我基本不覺得很意外 我問金曼堂 你說 當時的那個地方叫馬鞍 現在這個地方還在那裡 金曼堂說 響道的 不過如果你要去 我覺得沒必要 因為回憶錄寫了 他們之後 劃開祖墳那塊地 並沒有劃到什麼古墓 只是劃了一隻鐵的鐵紙出來 而且 在回憶錄 並沒有後綴的描述 再後來的記錄 跟這件事 隔了一年多 我問他 那是什麼意思 金曼堂繼續劃 他們劃出那隻鐵蠍子之後 有沒有繼續向下面劃 劃出地公 鐵蠍子上面寫了什麼 有沒有什麼QK 這些所有東西都沒有記錄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一年的時間 馬家又由極盛轉為破敗 一定發生了很多很多事 這些東西肯定跟那隻蠍子有關 最後來 馬家整家去了彌帕爾 我說 啊 去了彌帕爾 金曼堂阿華太郎繼續說 是啊 彌帕爾 我前段時間 剛剛從那裡回來 有他們家裡的地址 在他們家裡看到那隻鐵蠍子 他們在那裡代價出售 我說 你不是耍我嗎 金曼堂 怎麼會呢 如果你對我說的有興趣 不妨移步去看看 有我跟你說的 這隻鐵蠍子 相信可以輕鬆買下來 我想一想 我覺得這個到現在唯一 跟曼尤平有過去有關的線索 或者我還應該去一去 但是 我不可以跟大金曼一起去 我做了那麼久生意 知道這種人 是有著數 就老爸姓什麼都忘記 他如果跟著我去 肯定要想著 跟馬家夾來找我 說不買 還在做其他什麼局 等著我的荷包 於是我跟金曼堂定了一個時間 但是我就走先過去 連小花沒有通知 就去了黎白衍 但是 這一次完全是兇手而回 馬平村在黎白衣家好大 大胸胸如也 一體是知道完全被人搬空了 我問了周圍的人 都說不知道這家人去了哪 馬平村一家 好像當年派人探訪的張家 都在我探訪之前 笑省力積了 我覺得 這可能是一個大騙局 被我識破了 他提前動身 他們完全沒有準備 也沒有可能在金曼堂走之後 他們發生了什麼巨大的變故 最後這一次的尋找 完全變成了旅遊活動 我發現完全找不到之後 就開始搶飲搶食 並且很天真地 上那裏發展生意 考察之後我發現 這個體系完全不適合做生意 只是適宜作為一個中轉站 但很反感國保外流這種事 也沒有去想 當然 我當地發現了不少古董 雖然不知道真正假 但在國內的收藏市場上 可以買到多少錢 不過 我卻在這樣的情況下 發現了馬吉的行蹤 我在當地一個華人開的古董行裡盤貨一會 和老闆談談談 說來這裡的目的 老闆和馬家做過生意 竟然在馬家賣了不少古董給他 他告訴我 和馬家打交道的時候 馬家人總有意無意地 提一個叫麥脫的地方 於是我去了麥脫 在那裏看到一件事 以致我在那裏停留了半年那麼久 而那件事 就是一幅奇怪的畫 2010年的年末 我從彌伯爾回國之後回到西藏 經過卡爾仁峰山下休整了一個星期 我沒有立即開始找馬家人的線索 畢竟這路的旅途太勞累 我用伙計的建議之下 準備先處理這次彌伯爾之行 收獲的各種類罪 我從彌伯爾 帶了大量有藏傳佛教特徵的仿古飾品回來 想用它們作為陳列使用的樣品 以及想找到張家古樓中 那些首飾的真正來源 在這個叫麥脫的地方 我將所有的飾品整理了三個大包裹 分別寄往了杭州三個不同的地址 希望減輕之後旅途的負寵 麥脫的油谷有兩種 因為麥脫是個相當特殊的地方 這裏常年都封山 進山困難 所以最早時候 這裏正規的油谷只能接收信件 不能寄出去 一直到近幾年才可以有些通油的小路 但油車只限每星期下一次 於是當地有些民間的通油服務 其實就是找人順路帶出包裹 在進出麥脫的人群裏面 幫助其他人 櫃頭包裹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有些人會作為中間人賺點錢 我找到所謂的油谷就是這種人開的 雖然說不是特別安全 但至少可以保證一個時效性 只要有人出麥脫 大概可以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到外邊油谷 之後再轉記 就比較穩妥 離開麥脫的方式有車路 馬幫和腳夫 車路不是整年都通車 我來的時候剛剛沒辦法通車的季節 馬幫就來絕種 所以我找的是所謂的雷友或者腳夫 所有的油件都必須由這些油帶縣 一點一點的出生 所以油件的重量不可以過重 我將三個大包裹平均重量的過程 用了差不多三個小時 我就在那個時候看到那幅畫 它就掛在油谷櫃桌 其實是一個辦公桌 的後面的牆上 那邊牆塗了淡綠色的油漆 上面掛著幾樣東西 一幅彭程萬里的水墨字畫 有老英和四個大字 三幅相與錦旗 都是掛什麼十甘不悔 安全保險之類的好畫 另外 還有一幅油畫 油畫不是那種一體就出自於專業畫家之手的作品 是一幅很通的 甚至畫法有點頑皮的畫 畫裏面是一個人的側面 從顏料的剝落程度和顏色來看 似乎已經放在這裏很久很久 畫裏面的主體是那個人 我不懂西洋畫 但所謂畫的道理 到一陣程度都一樣 這幅雖然畫得很差的畫 但有一種與種不同的勁度 我不知道這種感覺從哪裡來 畫裏面的人 上身穿著一件拉麻的衣 下身是一件壯帽 站在山間 背後可以看到卡爾仁次雪山的山峰 不知是夕陽還是日落的光輝 將整幅油畫的基調 從白色變成灰黃色 這個是畫工很差 但在顏色上運用得相當大膽 直接帶出異景的絕妙例子 當然即使是這樣 都不能說 這幅畫有多大價值 我之所以驚訝 是因為 我懂得這幅畫裏面畫這個人 沒錯 這個人身上的特徵和他的表情 令我絕對沒有任何懷疑 就是他 對於他竟然會出現在這裏 我完全不知為甚麼 因為這個人 實在沒有任何理由出現默脫 出現默脫的一幅 那麼差的油畫裏面 這個是一張悶油瓶的畫 我首先極力否定 因為這件事太奇怪 所以看錯的可能性很大 畢竟這個是一張畫 不是相 我想 畫裏面很多細節有點模糊 造成這種相似 都是很有可能 但我發現自己嚴開眼 畫中人所有的細節都在告訴我 實在太像 特別是眼神 我這麼大的兒子 從來沒有見過一個 和哥仔一樣眼神的人 肥仔說過 那種 是和一切都沒有任何聯繫的眼神 世界上沒有甚麼人 可以活到和世界沒有甚麼聯繫 但這張畫裏面的人 有這樣的眼神 我看了半天 下意識地感覺到 畫裏面的人絕對就是他 就在五年前 他從我們的視野之中消失 當然 我了解他失蹤的真相 關於他的事 我還可以說很多 但這並不是故事的主旨 他以前做的事 在這裏並不重要 我看了這幅畫的第一個概念 默脫 是不是他調查中的一環 他在這裏出現過 是不是意味著 他當時調查的東西 和這裏有關係 當時我問游那個工作人員 我記得是一個老坑 有著典型的西藏人樣 我問他這幅畫是誰 這個老坑和我指指游谷的對面 用沙硬的漢語 告訴我 這幅畫的作者 叫陳雪寒 我看過去 見到一個中年人 正在路邊的一個窩爐房 接著滾水 他應該是負責 看著窩爐房的看門人 裏頭有些滾水給附近的居民用 三毫子接一壺 和外邊的大雪比起身 窩爐房暖得人人的汗飆了 所以很多人都在窩爐房取暖 這些人穿得都不差不多 所以 這群人在一起 因為樣貌的感覺都差不多 壯族老人家好熱情 見我分辨不到 對著窩爐房 打了一聲 陳雪寒 他打了一聲 大到好像油谷上的雪都要震下來 那個叫陳雪寒的人 聽到壯文老人家叫他 在人群裏面 我高個頭 有點疑惑地看向我這邊 我立即走過去 那個人的臉很黑 皮膚很粗糙 看上去竟然比遠看還要年輕一點 我用漢語跟他說 你好 請問油谷裏面那幅畫是不是你畫的 陳雪寒看了我的眼 下頭 我發現他的眼邊沒有什麼神彩 那種眼神 是過著一種特別平靜生活的人特有 因為太平靜 他不需要經過思考很多問題 跟著進入一種 特別安步就班的狀態 我遞子演給他 我問他那幅油畫的詳細情況 陳雪寒表現有點意外 看看我 將開窩爐房的門關了 問我 你問你幹什麼 你認識他的嗎 他的聲音很沙眼 但兔子都很清晰 我將大概的情況講了講 也都講了這個人大概的背景 和我和他的關係 陳雪寒露出了有點驚訝的表情 他脫了白色毛巾做的手套 走出鍋爐房 你認錯人了吧 這幅油畫 二十年前畫的 你那時候幾歲呀 我有點意外 沒想到這幅畫那麼久歷史 雖然那幅畫確實看上去 不是那麼新正 對於他的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這些東西 真的不是一句兩句話說得清 幸好他似乎不是真的想知道什麼 繼續說 這個人 和我沒有什麼關係呀 他是指指門外的方向 那裏有一片雪白 是遠處的雪山 我是在那裏見府這幅畫的 你如果想知道更多東西 你可以去問問那裏的喇嘛 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他 看到那邊大雪蒙蒙之中 隱約有一座 隱在銀白裡的建築 我問 那裏是什麼地方 陳書寒說 那個是個喇嘛廟 我就在那個喇嘛廟裏面 林武這幅畫 我問 當時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發生 或者 那個喇嘛廟有什麼特別 一般悶遊瓶出現的地方 總是有些奇怪的東西 或者這個喇嘛廟本身 就很多不一般 陳書寒想一想 沒什麼奇怪呀 唯一奇怪的是 喇嘛當時一定要我林武那幅畫 為什麼 喇嘛可以看到因果 他要我畫我就畫 都沒什麼為什麼 他可以看到這幅畫之後的一切 我看不到 陳書寒告訴我 我在裏面那個門遊瓶 應該是喇嘛廟的上賓 遊畫的原版 是大喇嘛向這個人離開默脫之前的三日畫的 他畫這幅畫在口邊林武 那年冬天 他在寺廟住了很長時間 偶然在大喇嘛房那裏見到這幅遊畫 大喇嘛一定要去畫 於是他嘗試著 林武了這幅畫 我這樣才明白 為什麼這幅畫的顏色 用法那麼大膽和全神 但是畫技那麼差的原因 西藏很多喇嘛都有非常之高的美學素養和專業知識 很多大喇嘛都有很多國外名牌大學很多學位 我將這些歸功於清心寡欲 虎修生活背後的專注 想到這一層 想像當時陳雪寒在雪山上 有可能發生什麼 有些走神 陳雪寒說 你是不是要去 三塊水我帶你去 那個喇嘛廟不是當地人進不去 或者大喇嘛看到的因果 就是這三塊水 我在陳雪寒的帶領之下 在碎雪入面向上爬 大雪覆蓋的山街上 只是掃出很窄的一條 讓一個人上落的路 台街很邪 幾乎可以當是直上直落的 我帶了兩位伙計 他們要跟著我上來 現在已經後悔到什麼 到了中午的時候 我們終於來到陳雪寒 昨天說著那個喇嘛廟門口 我以前參觀過各種類型各種規格的廟 其中有不少的廟宇 但是眼前的樣子我真是第一次見 首先是一棟很爛的廟門 很小 木頭門只有半個人那麼闊 後面就是很小的廟宇 雪被人掃過 露出了很多石墨和石台石燈 在廟宇的盡頭 是伊山而建的房屋 房屋向上延伸 看不到頭 很壯觀 就算是這樣 我也知道 這種廟宇建築之中 沒有多少空間 雖然看上去佔地好廣 但是因為伊山而建 建築內部的空間應該相當小 有三個年輕的喇嘛正坐在那裡考火 看到我們進來 並沒有露出幾意外的神情 還是動都不動 陳雪寒走上去講明了來意 講的都是狀語 我聽不明白 其中一個喇嘛就帶我們入屋 第一棟建築最大的 是喇嘛做法事的地方 屋後面有一棟木梯 一路向上 我們一層一層爬上去 都不知過了多久 經過了多少間房 頂頭的喇嘛才停下來 我發現 我們終於來到一個 很漆黑一片的房間 陳雪寒和喇嘛很恭敬地推出去 得回我和兩個伙計 站在漆黑一片的屋裡面 四多人望 發現這裏是一間閒房 整間房只有一個地方 透著跳小光 我們很小心走去 在逐漸適應屋內的光線之後 我慢慢 就在黑暗之中 看到四周圍有很多模糊的影 全部都是一堆驚卷 繞過驚卷之後 來到有光的地方 我發現那裏是窗門 窗門用很厚的毛毯遮住了 但毛毯太老舊 已經腐爛了很多很小的洞 那些洞就從洞射過來 我打算把毛毯收起來 讓我去哪個洞射進來 剛剛想動手 就聽到黑暗之中有一個聲 叫不要光呀 你過來這裏 我讓那個聲下跳 轉過來看 在黑暗之中的角落 著起了一點火星 然後 一整片的點點的天亮 在那邊 我竟然見到五個喇嘛 逐漸全部清晰起來 這五個喇嘛一定一早就在那裏 黑暗之中我看不到他們 可能是由於他們有一種特別的修行手法 我們似乎打擾了他們 我想起他剛剛說的 你過來這裏 於是我走過去 走過去看到 其中幾個年輕一點的喇嘛 閉上眼 只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喇嘛 很有精神看著我們 我們過去講明羅意 這個年紀較大的喇嘛都閉上眼對我說 是那樣東西 我還記得 我有點意外 我以為他會更加激烈的表情 不如打散兩肢 你都懂得他 但是人家閉上眼 說了一句 哦那樣東西我記得 我都沒有表露我在想什麼 假裝了鎮定 事實就是這麼神奇 我突然有點明白 很多自己認為特別重要的東西 在別人那裏 或者打個哭怒也沒那麼緊要 我真的可以理解 在大喇嘛房間裡 我們一邊喝新煮的酥油茶 讓他一一把事情講完 房間裡點著爐很暖 我一邊慢慢出微看 一邊聽著歌仔那一次 在人間出現的經歷 大喇嘛講得很簡略 幾乎隨口講一下 但對於我來說 我還是無可避免 認為那些 就是天下最重要的線索 在他講的過程中 有一些大喇嘛自己都不是很了解的地方 他會拿一些經卷和筆記查 等他講完之後 我自己都很認真地看了筆記的內容 所以 以下的內容 來自多種的渠道 一些是我自己在筆記看的 一些是大喇嘛所講述 因為信息多 而且隨意 無論是聚述 或筆記 其中混雜了很多狀語 和當地的討話 所以很多情節都很片面化 我想聚述出來的時候 也進行了一些整理 好了 究竟曼尤平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下次再講 中詞 大家這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